现在是晚上11点 现在是凌晨12点 凌晨1点 下了好大的雨 凌晨2点 凌晨3点 就要进入隔离病区 分点35分 现在是晚上4点 现在是凌晨4分 本人叫颜建峰 在今天晚上这个飞机 也有600 有12通货 保障物质的时候 我们尽量的清打清放 保障不会有破损的 我现在在湖北省 富有保健院 帮忙照顾一位 11个月大的小宝宝 愿他的家人 全部都确诊为新冠肺炎 现在是0点30分 儿子是5岁半 到现在有20多天了 没有看到我了 我们穿这身衣服 干的就是这个事 我叫李萌廷 是便利店的 一名店员 来的都是熟顾客 他们也会在买单的时候 嘱咐我们一起去 说你们接触的人比较多 也要保护好自己 感觉不只是我们这盏灯 在温暖武汉 也感觉武汉的人 在温暖我们 今天上班的几个小时 今天17个小时 现在是凌晨3点 我是刘勇 现在我负责小区的治安巡逻 平常都没有时间去吃午饭 然后现在我就想了一个办法 每天早上吃完之后 就多煮个五六个鸡蛋 前两天接到了一个订单 是给江苏的医疗团队配送的 当时我是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您好 三人复兴见 一时肺炎 然后现在高血压 呼吸困难 好好好 行 那您赶紧联系过来 因为这个病人年纪 当然我们必须要有人跟车的 好 再见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 可能还是我接到的一个警 大概可能有六七十岁的 一位婆婆吧 自己还是一个残疾人士 因为那段时间 急救资源有限 过了一会儿 我说这个车子 我已经给你安排了 当时那个婆婆非常感动 感觉她已经哭出来了 就一直跟我说谢谢你啊 我是王柯 是一名急救医生 现在马上要出一趟急救任务 一天一夜二十四小时的话 大概平均在十二三趟左右 每一次回忆 整天完成任务回忆之后 都必须要消毒 我是柳磊 是一名酒店从业者 我们现在是在做酒店老程 最后有个巡视工作 我和两个伙伴是从除夕 24号一直到今天 已经有22天了 在住的都是一些医生 我之前出来的时候 没有跟我奶奶说 我只是我临时工作安排 然后我就出去了 因为她担心了 我家里情况比较特殊 我爸爸她长适了 我妈是从我出生一直都没有连续过我 从小就是我奶奶待着长大了 疫情结束之后 最想做的就是 带奶奶出去吃好吃的 现在是早上四点半 现在正在为前线的医护人员 准备早餐 我本人自己也当过五年兵 应该是总觉得要做点什么事 现在我正前往民主路 去削兵撒严工作 到五四点钟开始上的班 一直上到现在 每天比平时的话要多放四个多小时 十八 我是每天送武汉武汉的移民配送员 我当时走的时候 我女儿连续不希望自己的爸爸出门 在外面有时候跟我发视频 问爸爸吃饭了没有 注意身体 我现在正在为明天的鞋上教训 我现在要去教训 幼儿园明天有好多意思 我们远程式点亮一盏灯 温暖周围一公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